哈喽大家好 我是Jesse 欢迎我到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 又是一起购物分享 首先是四合NV他们家出的 新系列的美瞳 这个系列呢 是他们的扩瞳款 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 有融瞳效果的 因为是我早上收到的嘛 我就想说今天录这期视频 我就干脆给你们试带一个 我今天带的是这款 发绿调的颜色的 这不是那种非常明显的 但是 它是在阳光打过来 它会显得你的整个眼球很通透 能看到一点点的那种橄榄绿色 我觉得显得整个人特别的温柔 另外这三款里面 我之前是有带过这款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是棕色的眼球的话 你带这款就真的很自然 而且它旁边的边缘呢 就是比之前他们家的狗狗眼 会更有那种绒统的效果 之前狗狗眼不是有一个挺明显的 那样一个小黑圈的一样 感觉在外缘嘛 那这款给我的感觉 就是它把那个黑圈给它扩散开来 而且比之前的那一款呢 它的直径也会更大一点 我尽量会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里面 换不一样的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样你们也会比较直观嘛 因为我录视频的话 基本都是自然光 给我们加入的几双客拖 就是给客人穿的拖鞋 这个是我在618的时候凑单买的 男生女生拖鞋呢都是黑色的底 挂住脚面的位置 女生是白色的 男生是灰色的 上面呢都是会有这种小笑脸的图案 哎呀我觉得很可爱 我这边一共男生女生各买了三双 两个小杯子 一个小碗 一个是这种淡黄色 上面是这种咖啡色的泼墨点 另外一款是橙色的 上面是绿色和白色的这个泼墨点 就拿在手里的一些手感呢 包括它糖瓷的一个厚度啊 都是有超过我的预期的 我觉得单拿出来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现在不是很流行 这种多巴胺的东西在家里嘛 就是很色彩的 这边还有入了一个绿色的酸奶碗 这个碗的大小 就是我觉得真的装酸奶太合适了 上面它是有这种淡绿色 加上淡黄色的泼墨 这个是一个韩国小种牌子 叫做Poly Garden 我在海外的一些网上 基本是很难能看到 最后是在国内的一个 这种餐具代购店买到的 因为像海运空运这种东西 都有一定的几率会碎掉嘛 那这款就是还好我收到手的时候 它是一个完好无损的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他们家的杯子 它有很多个图案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色 它是很像是一杯冰拿铁 在牛奶和咖啡融合的那一瞬间 出来的一些波浪和纹理的感觉 就是拿在手上手感也非常棒 我之前有给大家分享 Sabre Paris他们家的甜品勺嘛 然后我自己现在手底下 一共是有六把 这边又入了两把 一把呢是这种纯白色的 另外一把是一个 Tiffany蓝色的 我觉得这个蓝色很耐看耶 放在手上也很显摆 不管你吃蛋糕 还是吃酸奶碗 它每次就是入口的那个量 还不错 很适合你吃一些小甜点 这样一个大小 他们家餐具是可以进洗碗机的 洗的那个温度不可以超过55度 接下来是一个隔热垫 是这个牌子的 拿到手之后会比我在网上看到的 有质感非常多 首先它这个金属中间的这个隔板 它做的就是很厚实的这种 上面它这个小胶垫呢 做的也非常的厚 很结实 这边还有一个小手柄 如果你家里的厨房 有一些像勾挂的那种收纳系统的话 你可以把它勾在收纳区 这边又入了一个Moris的牙膏 他们家的牙膏我之前买过 就是整个一系列的那种小包装的 想试一下它家哪个味道最好用 这款紫色的茉莉的 是最好用的 而且完全不辣嘴 就女孩子 我们就是想要用的东西 吃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就是都要好看的 对吧 然后是我买的这几个小杯垫 它是手工制作的 拿到手之后 你看它的这个厚度 包括它一个质感 真的就知道它很重工了 黄色的然后另外一面是一个米白色的这种棉布的 纯色的这种棉布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褐色的 它里面棉花的添冲物特别的多 就一个杯子落在下面 它就像一个绵绵的小云朵一样 就能把那个杯子给包裹住的感觉 我之前有在美月爱用里面给大家推荐 那款Burado的护手霜嘛 那发完那期视频之后呢 我就立马有去下单了 他们家的这个洗护套装 最有名的是这款玫瑰香的 这边呢是一个洗手液 这边是一个润手乳 我看很多姐妹就是极力推荐他们家这个味道的嘛 我这个用一用之后再来给大家分享 最近可能有给大家准备一些像美妆的彩妆的视频 然后可能就是拍视频的地方 并不是我本身在家里化妆的那个区域 就没有那种可以方便携带那种镜子 立在那里 所以我这次呢就是下单位一个这种折叠镜 它就很像是一个iPad的那个支架一样的感觉 一点像那种陆皮质 就是它带一点摩擦力 所以镜子不会说滑下来 你不用它的时候 你就把它像iPad一样给它叠下来就好了 它镜子本身呢也不会说露出来 有滑痕之类的 它一共是有三个光可以调节 分别是白光黄光和王白混合光 我过段时间会给大家准备一个香香合集 我自己用它来比较喜欢的香水啊 香薰啊或者是香粉蜡烛啊 无火香薰啊这种东西 我这次就囤了很多很多 首先是一个植物学家的香粉蜡烛 喜欢点蜡烛的姐妹 你们应该非常熟悉了 那他们家最有名的一个味道 就是这个小番茄 品身就是这种干干净净的 本身这个植物味道的一个小小的 这样一个手工画在中间 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 西红柿番茄味 更多的是那个番茄 它根井的那个味道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香香的小东西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我后面会发的那个香香合集 还有就是我这边入了一个聪明盖 那这款聪明盖呢 它是和植物学家的这个蜡烛 是完全吻合的这样一个大小 不烧它的时候 你就完全的把它盖住 可以防止它去落一些灰尘 那你烧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中间的这个盖子打开 促使旁边边缘 离火比较远的地方的蜡烛呢 更好的去融化它 说白了就是为了让整个的蜡烛烧得更均匀吧 接下来是一个Lalabo的香粉蜡烛 据说这个蜡烛已经停产了 这款蜡烛呢 就是他们家的铁皮蜡烛 三头26号 那这款蜡烛呢 它就是这种铁罐 做旧的这种金属骨铜色的感觉 上面是这种完全密封的一个密封盖子 我刚刚就是已经把它打开 想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什么样 烧完它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好的 放小东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容器 因为它的盖子啊 包括它整个一个罐身呢 都非常的漂亮很有设计感 香水长这样 好美哦 这款香水呢 就是他们家的白色浪漫 它刚出来的味道呢 是一个很浓烈的玫瑰味 你能闻到一点点那种像造香的感觉 厚调呢 我觉得它是更多的有一种薄荷的那种 清澈清凉的感觉 接下来应该是两个无火香薰吧 哦 这款怎么这么脏 这也是一个代购店买的 那瓶子上真的好脏 好多这种粉尘啊 有一个包装什么的感觉 是这种灰尘呢 接下来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就是我喜欢了很久的 Tom Dickson他们家的一个扩箱的 就是夕阳的这个时间啊 真的光挺那个的 它是一个不锈钢的 挺亮的这种 它上面的这个盖子呢 是一种半灰色的透明的这种感觉 然后玻璃的质感也是蛮好的 很通透 这个香氛精油呢 也是在这个玻璃容器里面 它就这样把它放在这个金属容器里面 盖上 整个出来的感觉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那种很简单大气的感觉 就这边又入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 一套的一个点香风蜡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分别是有这个照灯帽 把蜡烛给它熄灭的时候 就把它照在那个火苗上面 还有一个剪蜡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剪刀 挑那个灰尘的这样一个小棒棒 都是这种磨砂黑色的 以上呢就是我这次618买的一些就是小东西了 然后我现在面前呢也是又是一片狼藉 今天到这些东西呢 陆陆续续呢 跟我后面出的视频主题都有一些些关系吧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